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4月29日至10月7日举行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市园会园区工程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为主要场馆做最后的装饰 北京市园会是即1999年昆明市园会和2010年上海市博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博览会 北京市园会的核心建筑由四馆一新组成 即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和演艺中心 每个馆的名称都与其外形设计及功能用途相匹配 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中国馆呈半圆月弧形 犹如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如意 取名为锦绣如意 中国馆总建筑面积2.3万平米 地上两层地下一层 以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 大部分展馆置于梯田之下 利用梯田大型附图建筑结构的保湿隔热性能 降低建筑物采暖降温能耗 如意造型的中国馆不仅外形亮眼 还是一座会呼吸有生命的绿色建筑 屋顶设置雨水收集系统 场地采用透水铺装 地下设雨水调蓄池 经回收处理后的雨水可用于梯田灌溉 形成生态微循环 中国馆融入科技元素 底层展厅采用附土被动防技术 利用地道风降低空调使用能耗 该馆的钢结构屋盖安装有1024块光伏玻璃 光伏可以发电提供整个场馆使用 目前中国馆主体建筑已经完工 将于三月验收 成为试验会中首个整体亮相的场馆 本届试验会以物联网和5G为神经 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大脑 将试验会从传统的园林艺术展示舞台 变成人科技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的和谐环境 在这里面是有5G的试点 无人车驾驶 还有无人机表演 还有机器人 都会在元气里面进行体验 那么像机器人的咖啡 还有机器人维修 还有机器人讲解 据北京试验会组委会联络小组办公室主任冯耀祥介绍 目前已有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 120余个非官方参展者确认参展 是历届试验会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最多的一届 也是历届试验会原意概念最广泛的一届